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借也可以拥有好人生 借是我们临时使用他人的财物 到了时间需要归回的 借也可以拥有好的人生 很多的故事我们都是借的 并非我们的原创 我们不是安徒生 但是我们可以借用安徒生的故事 去安慰人心 有些人懂得向大自然借灵感 许多人的灵感也是向上天借的 妙手偶得之 借也可以拥有好的人生 你懂得向谁借点子借方法呢 希望每个人都拥有好人生